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fx是這個函數 那我把它作用兩次以後叫做f2 作用三次叫f3 把意思連推來 那麼它說呢 這個x作用20次以後 它這個函數形式是什麼 好,那我現在就一個一個試了 這次上個是f1 那這個f2等於多少呢? f2 就是等於你把x帶多少呢? f2x 就是f fx 你就把x帶fx 就帶多少呢? fx -1 那fx 然後fx呢? 再帶這個 x分之x-1 然後再-1 fx 這是x分之x-1 那我現在通分 x分多少呢? 通分以後是x-1再-x x就小條就-1 那這是x分之x-1 這可以約分 所以是x-1分之-1 這是f2 那f3呢 f3的話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? 等於f x分之x-2 那是x-2 x x-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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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這是x-1分之-1 再-1 所以這個是x-1分之-1 s-1 這是-1 再-多少 通話以後是-x加1 -x加1 那這個-1就消掉了 那這樣主要x-1可以約掉 那是負負得證 這是負得證 所以這是x-1 也就是說f-3是等於x-1 f-4當然就是等於f-1 這個我叫f-1 f-4 x-1 就是等於f-3 x-1 但f-3的話是等於x 所以是等於f-x 那這個事實上就是 我們給它一個名字叫做f-1 x-1 然後再來的話就一直重複 所以我們知道 就是說 你這個f-4的話等於f-1 等於是三次一週期 那f-20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這個是 我把它除以3 這20的話給它除以3 368 就等於f-2 這個是3乘以6 或是6乘以3 6乘以3加2 那這是x 那三次一週期 所以這是等於f-2 x 那f-2等於多少 f-2等於這個 f-2的話是等於x-1-1 所以這一題 答案是x-1 所以這一題答案是x-1 就故意 由於5-2 3-2 6-2 4-5 5 4-5 5-5 5 5-5 感谢观看